新年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新西兰 澳大利亚进行国事访问10周年 也是中心中澳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 3月17号至21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应邀对新西兰 澳大利亚进行正式访问 正式拉开了今年中国同两国的高层交往序幕 此访有何亮点 时事评论员林胜利有独家观察 赖清德将在5月20号上任 民进党新当局未来的两岸政策引发各界担忧 岛内外学者 商界人士 甚至连有深绿背景的台陆委会前主委赖信源 近来纷纷站出来呼吁赖清德施政要谨慎 降低两岸风险 这些声音赖清德听得进去吗 民进党当局怎样做才是真正对台湾民众负责 两岸时事评论员张华 郑又平带来全面分析 以色列总理内坦尼亚胡批准乙军进入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作战的计划引发各界反对 内坦尼亚胡为何无视国内外压力 坚持对拉法发动进攻 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公开批评 内坦尼亚胡是和平的主要障碍获得拜登点赞 两人的表态会让以色列国内政治生态因此有所改变吗 时事评论员林胜利有深度解析 海峡新干线 两岸看世界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诗员 首先来关注 今年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新西兰 澳大利亚进行国事访问10周年 也是中心中澳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 3月17号至21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应邀对新西兰 澳大利亚进行正式访问 此次访问据2017年2月 王毅上一次访问新西兰 澳大利亚两国已经过去7年 去年11月 新一届新西兰政府宣誓就职 王毅此访也标志着新政府上台以来 两国高层的首次面对面会晤 我们期待与王毅外长重新接触 全面讨论双边关系 谈及王毅此访时 新西兰外长彼得斯称 同中国的关系是新西兰最重要最复杂的关系之一 他表示 这将是一个讨论中心两国在未来10年如何更好合作的机会 并加深两国对彼此观点的理解 据彼得斯介绍 预计双方将讨论贸易关系地区和全球问题 包括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中心关系长期走在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前列 中国是新西兰第一大的贸易伙伴 占新西兰出口市场的四分之一左右 新西兰也是首个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首个决定加入亚投行的西方国家 2017年 新西兰还成为首个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 谅解备忘录的发达国家 此外访澳期间 王毅将同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 举行第七轮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此前表示 中方期待同两国一道 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 加强战略沟通 增进彼此信任深化交流合作 共同推动中兴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行稳致远 为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 做出积极贡献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经验博士的 时事评论员林胜利先生 林先生 今年是中兴中澳建立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 王毅外长此访 拉开了今年中国与两国高层交往的序幕 您对此有怎样的期待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兴关系历来发展不错 那中方也高度评价 中兴关系走在中国和发达国家的这样一个潜力 那么今年呢 是中兴这个全面伙伴关系十周年 这样一个重要的契机 王毅外长对新西兰的一个访问 表明着双方想继续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 包括在经贸 在人文等各个领域的这样一个平凡的互动 来推动河办关系更加的走时走升 这样也是可以开创 中国和这个发达国家关系的这样一个典范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澳大利亚作为在大洋洲的一个重要的国家 那么中澳关系也是极为的重要 那么王毅外长对澳大利亚的访问 也表明着中澳关系走出了过去 由于疫情问题经贸问题 还有安全问题所带来的冲击 不断的在修复和向前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那么澳大利亚方面也表示 这是近年来 中国的这种高层官员 对澳大利亚的这样一个重要的访问 也希望以此为契机 来改善中澳的这样一个经贸关系 特别是在像葡萄酒 像矿石像农产品 这样一些贸易的领域 所以中国也是希望通过中澳经贸关系的改善 来带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 这样一个修复和发展 毕竟中澳关系是有着非常深厚的 这样一个利益的基础 那么中国是澳大利亚的桃号贸易伙伴 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出口国和进口国 但是中澳在意识形态 在安全方面也确实有分歧 但是这并不是中澳关系的全部 所以对待于中澳关系的发展 我们应该看到基础很雄厚 冲突是少数的 是局部的 两国关系的发展 符合各自的一个共同利益 所以我们可以期待 这一次双方的在一个高层互动 应该会不断地解决 过去困扰双边关系的一些摩擦和问题 从而推动双边关系的这样一个稳定向好 使得我们中澳关系 以及中国和大亚中的关系 能够更加地基于合作共赢 相互尊重 而不断地持续稳定的高质量的发展 谢谢林胜利先生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台湾岛内 赖清德将于5月20号上任 民进党新当局未来的两岸政策 引发各界担忧 有岛内学者呼吁赖清德施政要谨慎 不要在大陆和美国之间选边站 搞押宝的动作 就连有深律背景的台陆委会前主委赖信源 也向赖清德喊话 表示台当局政策不能只有美国没有两岸 日前在中华战略前瞻协会 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 举行的一场座谈会上 多位学者都表达对赖清德两岸政策的担忧 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李大中表示 台湾地区必须谨慎 在大陆和美国之间别轻易选边站压宝 希望未来上台后的赖清德能保持好的关系 两岸也要对话降低风险 希望用和平的方法 在台湾符合台湾民众最大利益之下 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分歧 维护台湾的和平稳定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不支持台独 台湾政治大学外交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吴崇涵则说 从214恶性撞传事件到未来施政 赖清德在两岸政策问题上该如何解决 不是用传统的抗衡方式 应该用折冲的方式 16号台陆委会前主委赖信源 在他的信书分享会上 分享了当年谈判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也就是埃克法时的过程 他建议民进党当局面对两岸关系 要大开大合 不能只有美国没有两岸 这对台湾利益而言没有好处 世界台商联合总会名誉总会长 印度尼西亚侨领刘双全 也对赖清德发出提醒 他表示赖清德5月20号上任后 如何解决两岸问题是重中之重 只要能改善 台湾整体慢慢就会好转 必须把这事放在第一位置上 譬如说赖清德有没有做一些动作 改变他的所谓台独形象 每次谈两岸关系时 能否退一步去想 如果没有 还是跟以前的所谓务实台独工作者一样 那就没救了 台湾会很危险 近来民进党当局一边升高两岸敌意螺旋 一边鼓吹加强战备与美勾连 令岛内各界越发不安 台防务部门主管邱国正 因此被推上舆论风口浪尖 一言一行备受关注 不过他关于两岸情势及备战的一番 看似质地有声的发言 却频频被自家人打脸 本周台湾大话王带您来看 睡得不好的邱国正 又说了哪些自相矛盾的话 台防务部门主管邱国正当众叫苦 认为两岸紧张情势让他睡不好 不料随即就被台安全部门主管蔡明燕公开打脸 我想请教一下近期你睡得好吗 我从来没有想到睡觉的问题 比专业问题还要难回答 因为我讲睡得好 好像我不重视台海紧张情势 我说我睡不好 好像说台海情势很紧张 好 有在睡觉 蔡明燕表现得老神在在 嘴硬得很 没有特别的紧张状况 你打脸就不正了 民进党当局负责军事和安全事务的两位高官 对于两岸情势竟然做出截然相反的判断 岛内舆论一片哗然 对此邱国正急忙找捕 声称 数业有专攻 军人判断敌情一定是做最坏的打算 邱国正的这番解释 舆论并不买账 因为外界发现 邱国正在所谓第一机的界定上 和其他官员同样不同调 邱国正朝作修改所谓第一机的界定 试图展示台军强势作为 但据说当晚就遭到蔡英文等人关切 随后更是被台安全部门 甚至是下属打脸 实体越界就第一集 这个话并不等于 只要越界我就打不能画等号 对 要看 能不能画等号 请问你 要看现实的状况 副部长能不能画等号 这是一个原则 报委员不能画等号 这是一个原则 一时间岛内舆情高涨 鸣心不安 邱国正只能被迫有所收敛 一定有个程序 该要去问的 该要去辩证 或者该要警告的 当然你不要误解的 要让他讲我们变蛮干 程序还要走 但是平常就准备好 邱国正不得不摆出一副 煞有介事的架势 但让他丢脸的事情远不止这一桩 台湾媒体突然爆出 台军导弹阵地被谷歌卫星地图曝光了 导弹车清晰可见 邱国正再一次被追问 通常我们会跟这些单位 不管是Google这些单位 会有去跟他们做一个协议 有关于这个好像机敏处所 他会把它给遮盖掉 岛内网友忍不住嘲讽道 笑死全世界就台湾没军事秘密 都已经曝光了 协调啥 演戏吗 这大写的尴尬 邱国正代表的台军方 却只能当只鸵鸟 因为那是美国公司 他们说不得更骂不了 紧接着美国媒体 又给台海紧张局势添了一把火 声称美国已经启动 与台湾地区的重大军事合作 包括部署美国陆军特种部队 在台湾地区参与 持续进行的训练行动 美军绿扁帽部队教官 军事顾问常驻金门与澎湖 协讯台军两栖部队 台湾有些媒体随之起舞 叫嚣美国将援助台湾 保卫台湾 邱国正再度被逼着表态 只要台海发生战争 美国一定出兵 我没有这样讲过 我就问你 你有没有这样想 我也不这样想 不这样说 看自己 人家要干活 我怎么能够主导 我们尽量避免作战 一旦作战了 只有王将没有降军 就这用意 就一逼一逐嘛 邱国正虽有料狠话的嘴上功夫 但台军却没有将这狠话对线 转为实际的能力和胆破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吴重寒 警告民进党当局 美国海军陆战队常驻台湾 若为真 就代表台湾地区需要与美国配合 护从美国 台湾如果护从美国 它必须要在我们刚才讲 各个方面包括延长兵役也好 非常的与美国对接 那它就是护从 那简单的讲 如果护从美国 那台湾的避险空间 就会相对的不断的投降 而台湾岛内的明白人 早已看清楚 在两岸之间 台湾早已没有所谓的战略纵深 唯有民进党当局 放弃台独分裂立场 停止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 才能让包括军人在内的 台湾各界同胞 过上和平安宁的好日子 相关话题 我们要来请教 两岸的时事评论员 首先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 郑又平先生 郑先生 即将在岛内上台的赖清德 令岛内外 希望台海和平的各界人士 感到强烈的不安 频频发声呼吁 那您认为这些声音 赖清德听得进去吗 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 赖信源 他曾经是马英九 当年执政的时候 第一任的陆委会的主委 他在岛内 普遍的是被认知 是一个深绿的政治人物 或者是学者 但是呢 这一次 他对于赖清德 语重心长的提出来了 他的建言 希望赖清德能够在处理 两岸关系的时候 要大开大合 不能够一昧的 偏向美国 押宝选边站 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原因很简单 就是赖信源自己呢 经历过了 在九二共识 为基础的 这个两岸和平发展的 最旺盛的时期 他非常清楚的知道 两岸之间 合作双赢 互惠双赢 他经历过了 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 他也亲眼看到了 这一个两岸关系 在两岸经贸交流 两岸民间交流 方方面面的合作推动之下呢 为台湾带来了确实的红利 跟各种的利好 他还特地强调了 两岸之间的和平 两岸之间的互惠合作 是深受台湾基层民众的 信任与支持 所以他才会在今天呢 有感而发的 要建议赖清德 未来执政的时候呢 一定要能够大开大合 不能够只是轻易的 抱着美国大腿 因为美国现在的大战略 是想要以台制华 那么如果赖清德 甘愿做美国的马前卒 他最终的结果 一定是踢到铁板 而且引火制焚 甚至于可能会让台湾民众的福祉 受到相当严重的灼伤 这就是为什么 赖信源以他一个深绿的学者 前政府的官员的身份 拿出他过去自己的亲身体验经历 来规劝赖清德的执政团队 不能够只有美国 不能够没有两岸 台湾的未来必须要在良好的两岸关系的基础上呢 向前行 当然我们也知道 赖清德他不是这么容易听进去别人的话的 他的个性刚愎自用 而且赖清德公开自称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那么像这样子的立场呢 看得出来不会轻易的改变 谢谢郑又平先生 我们再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张华先生 张华先生我们看到啊 这一周美国和台湾岛内的一些媒体和政客一唱一鹤 不断炒作所谓美台军事勾连 但是岛内有时知识一针见血地指出 若接受美军 台湾的避险空间将会缩小 那么民进党当局要怎么做 才是真正的对台湾民众负责呢 我们看到自从2016年岛内的执政当局发生改变 也就是民进党上台以后啊 民进党长期搞所谓的以美谋独的动作 那将此前美台这种所谓的关系 有缘来美国向台湾出出武器装备 这一项逐渐地扩展为美台所谓的军事安全合作 比如说这个美国向台湾转移一些技术和服务 再比如说美台之间联合的演习 以及美军对台军所谓的训练 以及现在我们看到 甚至进一步可能会发展为 美国的军事人员进驻到我国的台湾地区等等等等 这一系列美台军事勾连的升级 使得台海地区这种紧张形式 实际上是进一步的提升 而不是如台湾岛内之中当局所声称的那样 有了美国的这种所谓的支持 就会使得台湾岛内的这样一个安全形式 更加的这样一个安全 我们姑且不论这样一个美台勾连对中美关系造成的重大影响 因为大家知道当年中美建交的三个原则 其中之一就是美军从台湾地区撤军 那现在如果说美军进一步的来重返我国的台湾岛的话 那对中美关系这样一个伤害毫无疑问是巨大的 那我们今天来聚焦对台海地区的这种影响的话 我们也会非常清楚地看到如果说美军进入到我国的台湾地区 那将会使得台海地区的和平与安全遭受巨大的这样一个重创 那对台湾岛内的民众和台湾岛内执政当局毫无疑问都是巨大的这样一个伤害 那至于说怎么样来做才是对台湾地区的这种安全有保障的 毫无疑问答案只有一个 那就是要回到九二共识 回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样一个道路上来 因为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近海神针 只有回到九二共识这样一个正确的道路上 才会保障台湾地区的安全 实际上在2008年到2016年期间 马英九在台湾岛内执政 那样两岸关系大合作大交流大发展这个形式 已经证明过说九二共识是有用的 是能够保障台湾地区和平稳定的 而现在岛内的主张台独的这种所谓的民进党的政权 实际上只会给台湾等的民众带来深重的祸害 美国方面与民进党当局小动作不断 要陷台湾于险境 就像刚刚张华先生说的那样 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携手共进 这才是真正立在两岸当下 攻在民族千秋 谢谢张华先生 我们休息一下 海峡新干线 稍后继续 干蛋湿热所致 急痛 口苦 尿黄 用片彩黄 阴胆 平干胶囊 全新极烈极光提取刀 极光静射条 五层纳米极刀片 关键时刻 用极烈 更干净 爱我蓝色海洋 保护海洋 你我同行 妈妈我有 成品让人感觉身体不舒服 可能是细菌满虫的影响 新避浪 抗菌除满洗衣液 鲜乳纤维 根源结净 强力去除满虫 和细菌 还有三江凝珠 新上市 避浪 根源结净 抗菌除满 共建万物和谐的 美丽家园 世界越来越急 变化越来越多 我还是喜欢 沉下心 回到根本 抓住关键 就像新海菲斯 从根源开始 守护头皮健康 去卸护头皮 当然海菲斯 一周一返 当思来臭不易 每天喝茶 不怕牙黄吗 没事 我有家结试 索白色素 隔离盾 高效去子 长孝房子 长孝美白 持久清新 家结试 孝清见老 关爱老人 生活中细菌无处不在 常威胁孩子健康 还好有舒服家 新洗手液 一菌保护 高达99.9% 更有新沐浴路 12小时深入保护 舒服家 健康专家 护全家 欢迎回到东南卫生海峡新干线 我们再来关注 近来民进党官员频频被抓包懒证 包括引发公愤的虐童案 台卫福部门的检讨报告 竟然没有事实真相 而台内务部门的施政报告 更是花大篇幅统计人民 台湾舆论怒皮 民进党在岛内施政八年来 类似光怪陆离的事件层出不穷 没想到在最后一里路 直接摆烂实在有够离谱 距离5月20号 新旧台湾地区领导人交接 还剩一个多月 但台行政机构 似乎已经提前进入摆烂阶段 台卫福部门主管薛瑞源 下周一将进台立法机构 就社会安全网进行专案报告 其中针对近来受岛内关注的 台北市一岁男童遭虐致死案 做出两页书面检讨 罗列了九大事项 却被批评诚意不足 卫福部的这个报告 我真的是觉得真的太扯 从前沿 通盘检讨 侧净作为 没了 事情的真相没有还原 相关的责任没有追究 前面推诿色责 甚至说谎带风向 一个字都没有提 卫福部一直等到 立法院要开专案报告了 才赶快召开专家会议来检讨 并且卫福部送到立院的报告 只有两页针对此事的说明 我希望卫福部今天就改 还有两天的时间 而台内务部门主管林又昌任内的最后一次施政报告 近日也送入台立法机构 同样被蓝营名带抓包 49页内容中竟有大篇幅是在统计台湾民众的姓名 报告书透露 台湾民众的名字中 蝉联第一名的男生名字是家豪 女生是舒芬 甚至还分析台湾民众的名字中碟字的使用情况 男生第一名是冰冰 女生第一名是婷婷 听起来似乎话题性十足 但是看报告封面 明明写的是施政业务报告 这让蓝营名带傻眼 蓝营名带质疑 台内务部门主管林又昌最后一次施政报告 却看不见未来的发展性 难道是真的没有内容和政绩可以写吗 跌字多夸的问题 这是一个题目 但是它不应该成为业务报告 主要的内容 这样的一个凑数的报告 太扯了 也令人瞧不起 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17号则是在与党员对话的公开信中 再度点名民进党双标 是台湾社会不能和谐的最大政洁 他举例说 所谓党政军退出媒体 曾是民进党主张 现在却是反对民进党的媒体 直接关台 在拉拢听话的扮演侧异角色 他还说 最离谱的是 当被关台的媒体通过司法途径寻求救济 法院多案判决 所谓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败诉 但其依然我行我素 坚称自己还没有输 当然引起台湾民众反感 柯文哲认为 解铃还需系铃人 除了民进党当局认错 释出善意 改变种种双标作为 很难有别的方式 平息台湾民众的怨恨感 我们继续来请教郑又平先生 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因为之前和蔡英文见了一面 引发起党内不满 他如今呢 透过公开信与党员对话 并且再度点名民进党双标 那想请教您啊 柯文哲此举有何用意呢 我们必须说 一方面 民进党的双标作为 确实应该要批判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要提醒大家 柯文哲今天会讲这个话 就让外界公开质疑他 如果你要回到民众党 才对民进党的双标作为呢 提出批判 那么试问您在蔡英文办公室里 跟蔡英文在共享那一碗 牛肉面的时候呢 你怎么没有当面提出来 你的批评 或者是你个人的意见呢 很显然的 是因为柯文哲回到了民众党 他发觉说 他这样子的作为 是他党内的同志 跟基层的支持者 说完全无法接受的 他只好去做了这样子的 一个说辞呢 给自己找一个下台阶 而且呢 外界都普遍的知道 这一次原来蔡英文 是希望安排在蔡英文 个人的载体来这个接见柯文哲 希望用温馨的氛围呢 来炒作新闻 结果没有想到柯文哲方面 坚持要在蔡英文办公室见面 大家就看出来了 其实柯文哲也是想要为自己 找到政治舞台 为自己找到一个曝光的机会 所以他刻意坚持要在蔡英文办公室 来吃这一碗牛肉面 跟蔡英文见面 这就看得出来 蔡跟柯 两个人都各自有自己的小蒜盘在剥 我们外界甚至于认为 蔡英文其实也是想要为自己下台之后 保持一定的政治热度跟影响力 所以蔡英文急着要去拉拢柯文哲 不论如何 今天的这一个公开信 其实是柯文哲在受到强力批判之后 所丢出来的遮羞布 但是说穿了 就是柯文哲是偷积不着十把米 他本来以为说 他去跟蔡英文见面 可以为他自己提高政治声望 让他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 仍然可以占有一席之地 但是没有想到 他的作为让他自己反而受到伤害 所以他企图用这封公开信来弥补他 是的 过了这个村没那个店 柯文哲如今处境尴尬 想要解套一封公开信恐怕是不够的 谢谢郑又平先生 再来请教张华先生 眼看着即将交接 面对新的台立法机构 台行政团队官员 为什么敢这样肆无忌惮地摆烂呢 首先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个案 就是台湾内政部门 向台湾立法部门提的报告 竟然是仅仅几页纸 而且是这个里面 是大量的 是充斥着无聊的一些信息 他要统计台湾的人民 到底哪一个名字用的比较多 哪一个碟字用的比较多 等等等等 这是非常无聊的一个事情 那是不是说台湾的这个内政部门 就是他的职权非常之小 所以才搞这些无聊的东西呢 当然不是 我们知道台湾的内政部门 号称台湾岛内第一大行政部门 他管辖的这样一个持权范围 非常之广 比如说台湾的警政部门 台湾的土地部门 哪怕是台湾的营造建筑部门 都归他管 也就是说他的职权涵涵涵非常之广 既然这样为什么再向台湾这个立法部门提出了报告 要么这个字数特别少 要么就是充斥这些无聊的信息和内容呢 主要的原因在于说 现在台湾地区岛内的这个政治的格局 正处于所谓的新旧交接期 也就是说这个对蔡英文而言 属于这样一个看守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 那实际上很多的这个岛内的执政官员 就出现了所谓这种怠慢的心态 很多是不干事的 那哪怕是面对台湾立法部门这种质询 这种要求 他们也是一种摆烂的心态在里面 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状况 除此之外 我们知道现在的这样一个特殊时期 台湾岛内的官员 还存在另外的一种心态 就是来极度的挑衅我们中国大陆 为什么要挑衅我们中国大陆 是因为他们看到即将上台的赖清德 是一个公开的所谓的务实台独工作者 在这种背景下 他们要极力的迎合赖清德的很多政策主张 所以我们看到 在某些事情上 他们是摆烂的 是不作为的 在另一个层面 也体现为在很多涉及两岸的问题上 他们表现出极度强硬的一个姿态 也是在妄图为个人的利益来服务 谢谢张华先生 当只会操弄意识形态的民进党 在岛内掌握了绝对的权力 如此揽政百烂的官员 自然就可以烂于充数大行其道了 也难怪在岛内媒体的报道中 我们总是看到各种凌乱不堪 我们再来关注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主级单位公布台湾1月工业及服务业平均薪资 达到85,796元新台币 虽然经常性薪资迎来正成长 但面对日益严峻的通货膨胀 台湾民众对于工资的感受 却是截然相反 台当局统计数据显示 台湾1月全体受雇员工工业及服务业 薪资加上奖金和加班费 有85,796元新台币 经常性薪资平均为 46,140元新台币 月增1.22% 年增2.30% 迎来了正成长 但民众却直呼 跟现实感觉落差很大 正常来说 4,5万已经是那个总位数 已经是不错了 对 正常来说 现在不是都2万多 3万多而已吗 实行 我也看它通膨很高的 就单纯以鸡牌来说 我小时候是35 现在快100 面对日益严峻的通货膨胀 就算薪资有所成长 但也跟不上物价上涨的脚步 民众苦不堪言 台主机单位表示 台湾2024年消费者物价指数 在不考虑电价的情况下 预估是1.85% 并不乐观 来看下一条 据台湾媒体报道 319枪击案将满20周年 台湾地区前副职领导人吕秀莲 向赖清德及新一届台立法机构喊话 呼吁重启319枪击案调查 在319枪击案将满20周年之际 吕秀莲连续抛出5问 点名即将上任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 新北市长侯友宜 台监察机构负责人陈局 前扁办秘书长邱毅仁 见识专家李昌玉等人 回答案情相关疑点 他点名时任扁办秘书长的邱毅仁 其在319枪击案后记者会上 神秘的一抹微笑 是全台民众共同的疑虑 随后吕秀莲又转问陈局 曾经答应指定专案小组 重办319枪击案 为何如今却没有任何进展 我的好朋友陈局 我在人人委员成立以后不久 我亲自去拜访你 你也慎重其事的指定专案小组 来重办319 好像三年多已经过去了 从来没有接到检察院 任何人告诉我进展 也没有再请我去做进步的说明 我所有的文件都交过去了 要不然请你退还 要不然请你做个说明 震惊岛内外的319枪击案 发生在200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 选举投票前一天的3月19号下午 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和副手吕秀莲 在台南市扫街败票时遭枪击 隔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投票 陈水扁 及台立法机构喊话呼吁重启调查 厘清真相 那我认真的呼吁 319不能因为被告 陈毅雄死亡 不起诉前结 就认为已经破案 如果所有的重大刑案 因为涉及政治 就永远不破案 我觉得你我随时都面临危险 我觉得这些真凶 很可能还在你我的身边 而不自知 诚恳地呼吁 我们所有的人都一起来要求 把20年前的疑案 能够重新调查 好的休息一下 稍后新闻继续 腿脚发软 腰杆无力 关节不适 这人老了呀 为什么井家腰腿 老出问题啊 原因之一 您的骨骼便疏松了 试试优刃集 国家发明专利 专为中老年研发 优刃集牌 三期安堂骨碎骨胶囊 有三期 葛根 骨碎骨 还有骨胎 硬酸软骨素 鱼胶原蛋白 钙 吃一样 含七样 不是简单 补钙补骨胎骨 三期 葛根 骨碎骨 先作用于骨骼循环 再把钙 骨胎骨胎 等营养补进去 骨质便秘了 骨骼更有劲 可以试试吗 颈尖腰腿有问题 可以先体验 只需9块9 整整60例 包邮到家 不满意 能退货 抗疏松 抢骨骼 就用优刃级 专为中老年研发 老胡老 以及人之老 弘扬 敬老 爱老 新风赏 妈 腿脚没劲 是不是骨骼变疏松了 骨骼变疏松 事实优刃级 国家发明专利 专为中老年研发 优刃级牌 三期安堂 骨碎骨胶囊 有三期 葛根 骨碎骨 还有骨胎 硫酸软骨素 鱼胶原蛋白 钙 吃一样 含七样 不是简单 补钙 补骨胺糖 我们的骨骼 通过密密麻麻的血管 来获得营养 老年人 容易循环不畅 三期 葛根 骨碎骨 先作用于骨骼循环 再把钙 骨胺糖等营养补进去 骨质便秘了 骨骼更有劲 优刃级推出 九块九体验活动 颈尖腰腿有问题 可以先体验 只需九块九 整整六十里 包邮到家 不满意 能退货 抗疏松 强骨骼 就用优刃级 专为中老年研发 孙老为德 敬老为善 妈 你腿脚不好 多补点 和您的儿女一样 我们希望您腿脚有力 腰杆挺拔 颈尖灵活 所以优刃级 一直坚持九块九体验活动 优刃级排三期安堂 骨碎骨胶囊 有三期 葛根 骨碎骨 还有安堂 硬酸软骨素 鱼胶原蛋白 钙 吃一样 含七样 国家发明专利 专为中老年研发 您记住了 优刃级九块九 可以先体验 九块九 能吃几天呀 整整六十里 可以吃十天 包邮到家 不满意能退吗 可以 不满意 能退货 你们做儿女的 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 骨骼长保养 一定要坚持 抗疏松 抢骨骼 就用幽刃级 专为中老年研发 玉知灵药业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 如果您错过 今天的直播节目内容 可以通过福建IPTV 宽带智能电视 点播回看 更多精彩内容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 资讯服务 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 新闻办公室 官方微信公众号 福建发布 一起来关注 巴以冲突的最新消息 连日来 以色列军队 对加沙地带展开密集轰炸 造成数十人伤亡 而以色列总理 内塔尼亚胡 批准以军进入 加沙地带南部城市 拉法作战计划后 数千名以色列民众 在特拉维夫集会 要求内塔尼亚胡辞职 并立刻改变以色列 在加沙地带的 军事行动及政策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 16号报道 以色列军队 当天密集轰炸了 加沙地带多个地区 造成至少18人死亡 此前一天夜间 以色列军队空袭了 加沙地带中部 努塞赖特奈民营一处住宅 造成至少36人死亡 另有多人受伤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媒体办公室 谴责乙军针对平民的袭击 并表示 美国需要对加沙地带局势 不断升级负责 眼下巴以冲突 仍在持续升级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 15号发表声明称 总理内塔尼亚胡 批准了乙军进入 加沙地带南部城市 拉法作战的计划 正在准备疏散当地民众 内塔尼亚胡还表示 哈马斯最新提出的 关于释放其扣押的 以方人员 以换取以方释放 巴勒斯坦关押者的 停火提议仍然荒谬 以方拒绝这一提议 但将派遣代表 前往卡塔尔 继续推进停火谈判 对此巴勒斯坦总统府 发表声明 呼吁国际社会迅速干预 并承担其责任 防止以色列 对拉法危险的侵略 并表示 这种侵略 是加沙地带人民的痛苦加倍 世界卫生组织16号 呼吁以色列 停止这一作战计划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 拉法人口稠密 当地医疗设施 已经不堪重负 许多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民众 脆弱 饥饿 受伤病侵扰 无法再次转移 暴力升级将导致 更多的死亡和痛苦 当地时间16号 数千名以色列民众 在特拉维夫集会 要求内塔尼亚胡辞职 并立刻改变以色列 在加沙地带的 军事行动及政策 集会现场 抗议者焚烧木板 部分抗议者还与警方发生冲突 面对日益严峻的巴伊冲突 美国国会参议院 多数党领袖舒默 日前批评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是和平的主要障碍 对此美国总统拜登 当地时间15号表示 不少美国人 也有同样的忧虑 拜登拒绝进一步详细说明 但据《澳大利亚人报》的报道披露 拜登和内塔尼亚胡关系出现裂痕 已有一段时间 白宫认为 内塔尼亚胡对他们一再呼吁 尽量减少加沙平民伤亡 和增加人道主义援助 充耳不闻 此外 双方在战争结束后 由谁来管理加沙 消灭哈马斯势力所需的 军事战略等方面都存在分歧 我们要继续来请教林胜利先生 内塔尼亚胡为什么无视国内外压力 坚持批准对加沙地带 南部城市拉法发动进攻呢 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社会 包括美国 甚至包括以色列内部 都有声音 非常强烈的声音要求 这样一个停火 这样一个和平的契机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内塔尼亚胡政府是非常的强硬 多次拒绝停火 而且是加强了这样一个军事进攻 这表明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 就是内塔尼亚胡政府 包括本人非常强烈的这样一个意愿 在阻碍着中东的这样一个和平的 这样一个发展 那么其重要的原因 主要是内塔尼亚胡 基于自己国内政治的考虑 那么一方面呢 他在国内必须通过强硬的政策 来巩固自己的这样一个政治地位 那么第二方面呢 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以色列国内呢 那么对于他外部的一个安全处境 那么支持这种强硬的声音 也是非常的多 他们不希望通过软弱的一个态势 从而使得以色列的安全 难以得到一个保障 那么第三一个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目前这样一个局面下 那么内塔尼亚胡政府认为 此前的这样一个高压 强硬的政策起到了效果 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哈马斯的打击 不会中断 他们不希望给哈马斯武装力量 以喘息之机 所以这也是导致了 内塔尼亚胡政府 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是执意的 反复的采取这样一个强硬的态度 使得中东的这样一个停火难以实现 也使得中东的和平问题 越来越成为影响全球和平与安全的 这样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热点问题 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呢 随着这个中东冲突的这样一个延续 那实际上也产生了一个外溢的效应 包括这个野门的胡塞武装 包括在这个巴勒斯坦周边的一些国家 这种阿拉伯兄弟 一些武装组织 对以色列采取这一个强硬政策 这就意味着中东的这样一个 巴以冲突和外溢 给国际社会带来了更加深远 全面的影响 包括这个国际的运输安全 包括国际的能源安全 所以这样一个局面下这种冲突 如果说没有一个妥协的话 那么这种冲突会继续的延续 那也使得中东的这样一个 外溢的负面效应会继续的蔓延 使得国际和平遭受更加严重的冲击 谢谢您的分析 休息一下 我们稍后回来 大家好 我是女排奥运冠冠军徐云丽 开车 乘车 骑车 坐车 保命神器 你用了没 开车或乘车出行 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 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 骑车摩托车 电动执行车 都要戴好安全头盔 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 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 一窥一袋 安全常在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微信公众号 我们继续来请教林胜利先生 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 公开批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 是和平的主要障碍 并呼吁以色列政府举行新的选举 还获得了拜登的点赞 那您怎么看舒默和拜登的表态 以色列国内政治生态会因为这样有所改变吗 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一段时间 包括美国很多高官 从拜登总统 从哈里斯副总统 包括目前的舒默的表态 都表明了在美国拜登政府 以及美国政坛内部 对于以色列政府的这种高度不满 也就意味着美以这种特殊关系 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裂痕 表明了美国对于以色列的这样一个失控 那么从以往的情况上看 应该说美以特殊关系的话 美国应该对以色列有着比较强硬的这样一个影响 但是目前来看 确实是以色列在牵引着美国走 美国却难以对以色列进行约束 甚至难以去引导以色列 去推动中东的这样一个和谈 所以这也是目前美国在中东和平问题上 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困境 这也导致美国国内对于内塔尼亚湖政府的不满 是急需的这样一个提升 所以出现了苏默的这样一个言论 就是希望以色列国内的领导人能够有所变功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强硬的 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信号 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 确实美国更多的问题是聚焦于美国国内的当选 难以强有力的去约束这样一个以色列 所以美国高官的言论可能对于以色列内部的 这样一个政治力量的变更的影响是非常的微弱的 也就使得美国失去了对以色列控制 美国也失去了对中东地区这样一个和平稳定的 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影响 这是国际社会带来的一个很大挑战 也是美国的这样一个霸权的 这样一个控制力弱化的一个显著的体现 谢谢林胜利先生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365天待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午间播出的海峡舞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官方客户端 海博TV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 感谢收看再会